郭文贵 보식氏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黄启青校长 为今天的社会科做一个简短的开场 我们掌声欢迎启青校长 OK 好的 我就不再多说 我想主要是这一次是让各位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去年 有时候我们叫温故知心 就是你对去年的考题有一些的理解 对于你接下来想要知道 接下来的命题的一个趋势 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一个理解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的整个考试的趋势 第一个就是知识内容 一定要跟生活经验是可以连结的 所以他会不会只单考课本上面的知识内容而已 不会 就是过往那种比较属于填充式的问题的打法 其实会越来越少 几乎都不会再出现了 而且你还要经过统整 也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消化过 那这样的消化的过程当中 因为现在的跨科的题目会越来的越多 那要靠自己去统整 那待会后面最后的讲座的时候 其实我会再提到 也就是说 待会分别听完公民历史跟地理的之后 其实有很多跨科的题目 这代表什么 就是你除了阅读文字之外 还要有阅读图表的能力 然后如何把文转图跟图转文 转化成你看得懂的 然后再来回顾到这个题干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答案的题目的答案上去理解都非常的一个重要 那再来最后就是这个试题的情境会越来越丰富 他会给你一些的史料 会给你一堆的资料 或者是地理的部分 会给你一个区域的描述 一个状况的描述 让你可以去理解 让你去判断 那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老师都要培养孩子 这个不论是资料搜整的应用 觉察的说明 还有分析诠释等等 其实都是要让你在面对考题的时候 你可以有充分的空间去回答这些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112年去年的整个试题的题本的分析 那你会发现 不论是文字题或者是复图题 复表题的状况 还有题主题 所以其实题目就不会只是限定在很一般般的考虑知识 或者是yes no的问题 不会了 现在其实会放了很多的情境 而且是特别是生活的情境 或者是跟时事比较相关的 会引起你的注意 让你可以知道原来是这个情境是这样子的运用 所以这是现在包括我们讲的 试题取材的一个特色 就第一个就很贴近真实生活 包括台湾的幸福巴士 然后还有新米石的研发 你会发现不论是民间故事 著名的历史小说等等 甚至公费疫苗的施打对象 这些东西都是原本时事 以及生活中会遇到的 它全部都可以作为考试的素材 各位你记住考能力考素养那些素材 它不会就只是教科书的文字内容 它是可以转换成你生活上会遇得到的生活情境 都会把它拿来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跨科的整合 希望你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尝试一下 我讲到台湾的地理 台湾的历史 有没有什么相关联的地方 我讲到台湾的历史里面 单独就只有在地的台湾史吗 有没有跟国际这时候是连在一起的 是可以从国际的角度 国际正在发生的角度 不论是国共的内战 或者是这个韩战的爆发 其实台湾的地位 跟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台湾这时候的发展 反而你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 去把你学到的东西 做一个综合跟整理 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要重视 资料掌握的适当性跟正确性 所以你在做判读跟解读的时候 一定不能只是凭感觉 要凭什么 凭提干上面给你的资料 这样了解吗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一看 觉得好像就是这个答案 可是那个有时候往往 你直觉上面的答案可能是诱答 反而你是要根据图表的资料 或者是文字的叙述 社会科有一个跟国文科很像的 就是我们的题杆相对都会比较长一些些 所以在看题目的时候 你花点耐心 一定要把它看完 不要只是直觉式的觉得 那个答案就是 要很确认 所以这是去年整个我们题目的一个特色 那后面的部分 因为待会不论是东衡老师 或者是阎儒老师 或者是阎儒老师 其实他们都会针对这些试题的部分 会来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单科不论是单科或是跨科 我只是让各位校长讲的是有评有据 好吗 那因为他们到时候都会来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那我只是告诉各位 其实你可以做这样的准备 就是文图表 其实你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文本来去思考 那第二个 因为现在会考越来越倾向 偏向领域的核心概念 就不是只是单纯的记忆 那你自己去看的时候 可以多想一想 就是多想一想 就是胡思乱想也没有关系 就是多尝试多看看 最后我觉得在解题的当中 各位你去看到 这个解读图表的能力 文转图的能力 还有情境跟学科的连结 也就是你自己包括你自己在复习的时候 都可以朝向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准备好吗 所以我觉得以前过往 我们都是用知识量转换 转换成整个学习的主体 现在学习的表现 就是你是否能够融会贯通 变得就会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就先讲到这边 其实因为后面三位讲座会更加的精彩 那校长这边只是就大略的部分 给各位做一点的提醒 那后面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些同学有提到 社会科好像很多都是背科 该怎么背 年代都记不起来 没有关系 这我们留到这个综合座谈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老师在讲的时候 也会再跟各位来做说明 这样好不好 好那我就简单的先说明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